妈妈女星为两岁自闭女争特效班女儿!呦!明年也排不到! 林伟玲与她的宝贝爱女!图翻社!成员万脸书!2018年3月5日 曾以傲人的身材迅速在演艺圈走红的女星林维玲,2014年改名陈袁万,还改行当初失身兼老板娘,想要重新出发 肖14年多的她,其实拥有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儿子,以及两岁多女儿小江江,不过她的女儿小江江去年被医生诊断如高功能自闭症,想要让女儿进入特效班上学,却无法入学,这让她十分的苦恼 根据苹果日报报道,林维玲的女儿小江江江江满三岁,因为有高功能自闭症,她认为公立幼儿园目前是最好的选择,但受限于名额,暂时无法入学 而比起像唐症症或脑性麻痹的小朋友,她女儿的状况算是轻微许多,若要跟他们抢她心理也很过意不去 而她也换个角度想,若你年小江江情绪稳定一点,坐得住,说不定就可以直接上普通班 因女儿几不尽特效班,林维玲为此十分苦恼 自从她知道小江江江有高功能自闭症后,每天都带着她去上治疗课 去年母亲节时林维玲在脸书上发文,虽然江江还不太会说话,但她总是用心心来表达她对我的爱 有女儿真好,即使女儿患有自闭症,但只要孩子有一点点小进步,做妈妈的总是比任何人都开心 林维玲为凌刚出道时,就靠着傲人的身材在演艺圈迅速窜红 图翻射,成员万脸书,2018年3月5日 全开了翻射,成员万人的着急 。 zoals 我的 我 certaines 。 我们 你们 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